老师,我不习惯用复回一圈 用复回一圈 我还是习惯用那个坏回一圈 可是如果我不用复回一圈的话 我把它delete掉 我改回来,用坏回一圈 用坏回一圈好了 我要怎么样可以知道说 它只能做拆三次 这里的话,当然如果只能拆几次的话 你这个地方,势必就会需要 这边的话 底下这个应该也要改回来 这个不要 这两行刚刚是增加的 这两行是增加的 我把它注解一下 那这边的话就是本来是 一辅就让它不要加一了 OK,就改回来了 好,那这个先留下 因为等一下我们可以把它搬到 这个 第三次的时候 然后显示这个print的结果 如果说你不要复回一圈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在程式里面加一个 有点像是什么 加一的这种 计数的一个变数 那 比如说有点像那个计附器嘛 你摇它会一直增加一 越摇越多它会越增加一嘛 那你怎么增加?很简单嘛 你就加一个变数 假设是一个c好了 它初始是等于零 意思就是说 它还没拆 那零次 那什么时候会加一呢? 就它拆完之后呢 你就把它c等于c加一就好了 所以呢,你可以在这个程式的最下面这里 这个回圈的最下面一个 你就加一个c等于c加一 也就是说呢 它弄完一次 它就会记一 然后拆一次 拆两次 拆第三次了 那c里面值应该就是等于3了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底下,最简单的方法 下面写一旁 如果 OK,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 c的值怎么样? 等于等于3的话 做什么事情? 很简单嘛 就是刚刚讲说 print 答错了 只能拆三次 跟刚刚做一样的事 但是呢 还要多写一个叙述 因为你不能再猜了 所以写什么呢? break 对 好 这样子OK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好,这个叙述其实 跟刚刚的不一样 因为4为圈等于是它就range 那这个地方等于是多增加一个变数 由这个变数就决定来计算说 它的那个这个次数 然后如果当它这个次数等于3的话 那我就让它离开了 OK,来说一下 应该这样OK的吧 所以 其实没改什么 就是增加一个c等于0 然后 你累加嘛 再去做判断 那记得最后一定要加一个break OK,来弄一下看看 应该这样OK啦 执行一下 随便拆好了 拆死好了 三次 好 对,有没有 答错了 有没有 然后呢 只能拆三次 甚至最后答案给它一下 答案等于6 那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用print 假设要串接下一个 除了用加号之外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加豆点 不过呢 如果你加了豆点之后 里面不用转型 它的形态不一样 没关系 OK 但是呢 它会这边多加一个空白 也就是这个资料跟资料中间多个空白 这个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假设你不需要有空白的话 那你可能还是用加号 然后还是要转型 OK 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接黄语度一下 那两个方法 至于哪个方法好 我说真的啦 这个也没有标准答案 每个人喜好不同 每个人想到的方式不同 有没有 所以习惯写的方式也不同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斟酌 可以想出一个 你比较习惯的方法 那你说老师那我可以有第三个方法 除了4之外 等于0之外 我可以有第三个 绝对有 想想看 不过这个我想 至于第三个方法 你们可以自己去想想看有没有其他方法 更简单的 OK 如果有的话 欢迎在那个影片下方留言 把程式提供一下 OK 那程式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 绝对都不会是只有 这个 这个 这个标准答案 应该还有别的方法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金钱 c等于0 OK 所以这边c等于0 先加一下 初值 然后呢 这个是c等于c加1 当然你这边可以写成c加等于1 然后底下就做逻辑判断 如果等于3的话 不过我的云单上面的程式 我是写c大于 大于等于3 其实也可以啦 可是反正就是等于3也可以啦 因为我们习惯的写法 因为我可能可能也会 有可能啦 OK 所以我云段上去写大于等于3 那同学常常会不理解 为什么老师你写大于等于3 明明就等于3就好了 那这个是习惯的写法 因为 以前可能有种状况是那个数字 可能还有别的 那个变数可能还有别的地方会用到 所以我可能不小心 加1超过了 他超过还是要帮他停下来啊 等于他是大于的状态 只有你没有 没有把他判断进来的话 那可能就会造成错误 所以 当然大于等于3是比较广的 因为他包含大于 OK 所以这个感觉有点像加了一个保险 有没有 你不能跟他等于嘛 比如你说 你请小朋友去买东西 他跟他买等于 那如果刚好他买 你宁可他大于也不要 不要小于 所以你跟他讲 你也买超过没关系 所以理念上呢 你给他的钱应该会超过 可是那东西也许一百块 你跟他讲说 我给你两百块 你去买 比较好 如果临时不够的话怎么办 OK 所以有的时候 为什么会写大于等于3 这个 同学就常常不能临写 主要原因是 像比较保险 OK 但是如果你实在是不喜欢 你写等于3 也OK啦 OK 只是说 相较之下 我觉得大于等于3 这次范围会增加 感觉好像加了保险的感觉 OK 好 试试看 所以有些小问题 实在是你不能理解 你不要混过去 真的 因为那个混过去的地方 就是你将来 可能会发生Bug的地方 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是建议 你可以发问没关系 你不要一直认为说 那个问题可能 会让老师觉得 可能太简单还是怎么样 不然如果你不好意思问 你Google一下吧 看一下 管路上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OK 试试看这个部分 那其他的话呢 当然 我在云端上面 也有放那个 就是VBA的版本 也就是说同样的写法 如果你要改成这个VBA的话 两者之间的比较 OK 那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 在那个 Python里面是用Rand range 可是在VBA里面是用一个函数 叫做RND 这个RND的函数 其实 它产生的乱数 就是 会是产生 可能会是0 到1之间的一个数字 有没有 0到1 但是不会等于1 会等于0 但是不会等于1 就是小1的意思 OK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呢 要让它产生是1到20的一个乱数的话 好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样子 我的写法是让它乘以20 诶 为什么要乘以20 我刚刚提过 因为它产生的乱数是 0到1之间 会等于0 但是不会等于1 是会小1 也就是会最大的值是0.9999 后面一堆9 最小是0之间 所以呢 如果把它乘以20的话 那它的数 它的放的应该多少 0乘上20还是0 那0.9999乘上20 最大还是19.999 所以我想了个方法 我干脆把那个 取整数好了 取整数不就是19.999 那就是19 那有没有 0到19 那可是我要的不是0到19啊 我要的是1到20 所以怎么办 加1不就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 为什么是int 我刚刚解释过 有没有 我取整数 整数的话就变成 0到19 19 那可是我要的是1到20啊 所以后面有一个加1吧 OK 有没有 这样就OK了 可是如果以后你假设 你实在是听不懂 你就照套用 前面这个就是初值啦 后面就是结束值啦 这样也是乱数的范围 OK 应该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你实在是不太懂 你可以Ctrl C 把这个Sub跟EndSub 一样的贴到哪里呢 贴到VBA 有没有 以色打开 然后Video Basic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把刚刚这一段程式贴上就好了 这边的话就有个RND 那你可以在RND上面按F1 F1的话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会呼叫官方的说明档出来 其实呢 官方的说明也会跳出来 就在这里 那只是说写的实在不太好 因为他等于是有点像 直接帮你把英文翻译成中文 所以 大概知道一下啦 他那边有一个叙述 就我刚刚讲 他可能 有没有 这个传回乱数就是0到1之间 等于0 但不等 不会等于 不会等于 应该是会小于1才对啦 OK 所以就是我刚刚的这种叙述方式 然后呢 底下的话就是 画1冒号把它改成叫 多块 另外 有没有发现 1 也就在任何层次语言里面 只要是1就是true 0就是force 其实我比较懒 因为我为什么要打1 因为打true要打四个字 打1的话只要打一个字 打1是最简便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快1吗 但网路上也有人打快true 是一样的意思 OK 0的话是false 所以如果看到false 我很多时候是打0 所以你看到我打写0的话 你也不要意外 OK 那底下都一样 那他什么 输入之后 有没有 所以这个写法跟刚刚一样 然后做逻辑判断 太高太低 如果答对的话 那在vpa 有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如果 在python里面是break 可是在vpa 如果他跳离回圈的话 叫做 is it do 有没有 is it do 如果回圈如果是for的话 就is it for 好这叙述 跳离就break 其实改一下而已 再来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一下 有没有 请大家猜个数字 猜10 太低高一点 所以 16 太高低 所以再来就11到15之间 再来就是13 太低 那就是 14、15 15 恭喜答对 你看我还猜4次才对 所以要猜3次就对 真的是太困难了 好 你会让的结果都几乎一模一样 有没有 只是换一个地方去让而已 那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给各位 做个比较图啦 所以你们可以在 讲义的云端上面 云端是22页 这边有两个的比较 那如果改成只猜3次的话 这边我有用把它改成 换回圈而已 for i 等于1到3 结果也会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我想有兴趣的同学 不妨可以再参考一下 等于是你如果学会了Python的换回圈 那如果想要把VBA的换回圈 学好的话 顺便一下 那如果你暂时用不到 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范本 对吧 至少了解吧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那底下其实还有一个练习题 猜月份的 这个也类似啦 其实写法跟刚刚蛮类似的 就是说呢 我今天英文跟这个 比如说我今天呢 希望让小朋友学那个英文 12个月份的英 就是英文哦 然后你要告诉他的几月份 这边就出现 这个September是几月 有没有 他如果猜错 2月 答错了 那然后呢 11月 答错了 9月 答对了 有没有 OK 所以呢 这个英文你可以改成 其他的单字 有没有 然后呢 就让小朋友去try 等到他 反正他就一定有点像 输入正确之后 match了 才能离开 诶 那可是问你怎么写 只是说这个地方会多一个清单 这个清单就是你必须要先放什么 1到12月份的这个英文单字 所以这里的话会多需要学一个东西 叫做正列 叫做正列 Python叫做串列 串列 串列的话基本上就是放在一个中瓜谷里面 有点类似以色里面的清单 OK 这个底下都一样 一样会产生一个乱数 随便抓一个月份 然后一样让他跑 跑到对为止嘛 所以这个没有限制猜次处了 然后让他猜 猜完之后 比较 对不对 对的话呢 那就是跟他讲恭喜答对 错的话呢 继续猜 OK 那怎么写 我想满多应该可以看得懂 只是说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应该是那个清单 怎么加上去 OK 待会再来看 所以刚刚主要就是在再多讲的那个 如何改成那个VBA的版本 再来就是试试看那个 月份 有点像这个英文单字 那你可以改 OK 如果你想要是说你现在想要写个小游戏 让小朋友去学单字的话 其实也可以改成类似的 你就把单字列在上面 然后让他猜 猜对了 甚至你可以猜次数 像我们刚刚都会改 只能猜几次 那未来也许你可以把它记录下 比如说他可能猜错几次 猜对几次 这是未来你还可以加时间的 你猜多少时间 才做达完 所以这个衍生出来 就是有点像线上测验的那样的系统 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去衍生出去 OK 好 那试试看